我們看第四題 它說如這個圖 用細繩懸吊在天花板的小球 它擱在這個斜面上 它的斜面是光滑的 當斜面緩緩向左移動 當它往這邊移動 往這邊移動這角度就會增加 這角度我叫X號 這角度就固定有較細大 關於線的拉力和斜面對球正向力N的大小變號為多少 就是說這個張力還有這個正向力N 它是變大還是變小 我們要算出來 我們用拉密定理把它算出來 我假設這是X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角度就是等於180-10 然後 然後 這是90 90加多少 加180-7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 90 加上 沒有 這兩個角加起來是90 所以這是90 減掉用細打 這個是90-7 所以這是180度 減細打 這角度是180度 減細打 這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角度是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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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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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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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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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 增加,所以這個角度增加 這是增函數 在第一項增函數 我們看看,這個c 加 n 式會不會超出 90 度 這個會不會超出 90 度 我們看到,這個如果把它拉很長的話 比如說這是水平 不可能水平 頂多拉到這 頂多是 90 度 就是這條線,頂多拉到這裡 頂多拉到這裡,頂多是 90 度 所以這個角度有沒有 這個角度不會超出 90 度 因為這條線,頂多把 因為你這個,把它拉得很遠很遠的話 這頂多跟著,跟這個斜面互相K起 所以這個是小於 90 度 也就是說 這個角度頂多是 90 度 所以這會小於 90 因為x 增加 在第一項是增函數 所以這個就越來越大 這整個就越來越小 所以t 是減小 好,那我們再來看n n 的話多少 n 是等於 那個3x 除以6u 因為這個看不出來 所以我把它展開 就是3s打 cos x 加 cos x 再加 cos x 那我上下給它除以3x 所以w 3x 再加 cos x 再加 cos x 好,那這個是減函數 第一項先減函數 所以這個會減小 那分母減小呢 整個就增大 所以這增函數 所以m會變大 那t的話會變小 所以這一體答案應該選 a t變小 n增大 所以答案是a 好可樂 對